而在花莲南区的部分 因为复理稻草艺术季 前面台九县的地区也出现了拥塞情形 玉里景分局则无庞贷 为了维持玉里复理着新地区交通顺畅 也规划简历针对易拥塞路段来编排交通疏导 还有测速期查 全力维护民众出游安全 春节连续假期花冬永县人车潮 尤其是复理稻草艺术季前台九县等地区 有出现部分拥塞 玉里分局则无庞贷 为了维持玉里复理着西地区交通顺畅 规划警力针对容易拥塞路段 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机查 全力来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 加强交通疏导 例如我身后的台九及台三线安通路口 在一分钟大概可以经过100辆左右的车流 那目前以加派的警力来加强的做一个疏导 尽可能做到车多但不用色 来保持本辖的一个交通顺畅 玉里分局在辖内多处交通要到台九县与玉长公路路口 复理香农会等处派有警力疏导交通 其中台九县跟玉长公路路口 一分钟可以经过100辆左右的车流 目前已经增派警力疏导 致力达成车多不拥塞 2月6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持续岗位让民众有个安全回家的路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